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年2月27日 凌晨4點 4點充了 那就是 我有說這款Zombie Stryker 我還是買了大月卡 然後看一下買一張大月卡台幣大概快500塊 然後500塊的話就VIP可以到2 所以說再買一次大月卡 然後一張大月卡是我們看一下價格多少 儲值是在這邊 大月卡然後大概15塊 15塊美金嘛450然後再加上手續費大概快500 然後VIP是750 那LV2那個VIP3就可以跳過很多那個戰鬥就是打到一半之後他就會彈出那個可以跳過戰鬥 所以在750經驗值就可以升到VIP3 那所以說這個遊戲玩第二個月再買一個大月卡應該就可以 就可以這個到VIP3了所以我應該最多就是買兩個月 然後因為其他鑽石的話應該在遊戲中慢慢轉就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集市禮包 這個強化藥在前期充等 很 很方便 這個才150塊而已 那基本上這類的遊戲就是因為我之前 已經玩過類似的遊戲所以 這種遊戲啊而且是國際的遊戲這種 他那個 你要跟真正課金的玩家去拚我真的是 不大可能 所以就是放輕鬆玩就好所以你看 這是新的伺服器所以說暫時還不會有什麼那個 選什麼角色反正大家就是拚等級 然後有一些五星啊這個會有一個粉紅色的星喔 然後我們看他是在這個改造英雄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改造英雄所以說 這款遊戲應該是出蠻久的英雄角色那麼多然後 他從三星的角色可以進階到四星三星的角色可以進階到四星 然後四星也可以進階到五星然後五星再進階到粉一星喔 所以這個 淺善英雄啊就是你可以把三星的換成材料但是我覺得 四星是什麼生五星的材料所以我覺得 不大需要把四星給 給錢散掉我們看一下改造英雄 有沒有四星的角色可以強化成五星然後 五星的角色可以強化成這個粉一星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 小課或是無課的玩家應該是要留 留四星的角色才對齁所以 我之前吃掉了一個四星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要留好淺善一下 可以獲得一些一些基本的東西但是淺善 淺善四星的角色好像可以獲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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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章吧 然後徽章 獲得一定程度可以 可以這樣直接換 換那個五星的角色嗎 還是淺善比較好的 然後 我淺善一個跟我那個 種族差比較遠的 因為我是綠色綠色綠色 然後這個是骷髏頭 所以紅色我比較沒有湊不齊光環 淺善一個好了 是否淺善英雄確定 對 看來你要淺善到四星的角色 你才可以獲得這個徽章 然後 所以淺善25 淺善大概100多隻四星的角色就可以換一隻五星的角色 所以一開始你大概 這個無課玩家大概也不用想怎麼配對然後哪個英雄搶因為 太多英雄 所以說就是 就是如果說真的要玩這種遊戲就是順順玩啦然後零資源就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高級邀請然後看看他會 讓我抽到什麼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你根本就 怎麼講這個新手對新手來說這個 角色太多了 所以 你想要去養什麼樣的角色的話真的是要靠那個克星 去指定去抽才有辦法 那不克星的話就是來什麼就 就玩什麼吧 欸這有點像是那個DC的小仇女 喔 終於有一個四星的 好然後我們來十連抽看看有沒有跟跟我的角色比較比較相相相相相關的陣營 喔 兩個五星耶而且是我正好都是守護跟那個那個 跟那個綠色 這個好像是很像是一個明星的角色 喔 這個評論先不要 所以我現在我可能可以湊成光環喔就是三個綠色三個藍色 然後我剛湊到是這一個 力傷 有四個技能的那應該不錯吧 護盾 所以他應該蠻適合防禦型他應該蠻適合站在前排的 太好了 運氣不錯然後 剛剛是力傷還有這一個 支援型 蔡蔡司醫生 喔也是四個耶 好太好了太好了 喔 然後 把剛剛的三星的角色前散掉 他一次最多就是12個 然後前散 那太危險了吧 遣陣到五星是不是枯死 三星的角色也會有 也會有徽章喔 還是因為說他是神魔的角色 好 極限活動 沒關係我們我們就是 看一下 你如果說你要你要那個 淺散角色的話他不能放在這個這個陣裡面 那我現在我應該會擺 綠 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有光環吧 不對 掃一隻藍色的看一下 誰是盾他是盾 然後 好我記得他的防禦 這個是新手充值 手充的 手充的那個獎勵 欸湊齊了有沒有 湊六隻一樣有點難 但是我湊這個3加3 禮治 這樣子我的攻擊力可以加8% 生命力加10% 這樣子 就是上三個守護跟三個秩序 就是三個綠色三個藍色這樣子 好 然後射好了 那我要 我要重置英雄 怎麼重置啊 就 我要管他了吧 就就把他淺散掉好了 反正你玩到後面終究也是全部都是用五星的角色吧 好沒關係就把他淺散掉 好淺散 還是他可以英雄把強化的材料給退回來 好像沒有 所以只能靠淺散來 來把那個強化的材料歸還嗎 有點像是劍魚人真的馬車喔 好 我淺化 在 禁忌防守 我看一下這兩隻要留哪一隻喔 最好找技能多一點的 這技能只有兩個 好那就把他淺散掉吧 淺散 一個兩個三個這三個是有升級的 好然後他就會把你那個強化過程中的一些東西然後都 都直接還給你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升等 然後我是上 上這個吧 傳上去 壓住 好這樣我應該又可以過好幾關了 好升階至少升到 2階吧 這樣他就可以開啟這個技能然後收到攻擊降低 還有這個寶石這也是很坑喔所以說你根本就 拼不贏大了這我們就順順玩就好這寶石 我記得可以升到很多級然後升到後面那個那個攻擊防禦啊或者是速度差很多而且 這個遊戲因為是算是回合制的遊戲 所以速度就完全影響到那個攻擊的順序喔 所以你跟那些大佬要去比這個硬件的話根本就不能比 所以這類型的遊戲就是不要 得失心不要太重喔就是被打就被打然後 就是 Enjoy這個遊戲的這個過程就好了 因為這個拼不贏拼不贏這些就是這個這個怎麼講全世界的玩家 然後我剛剛加入了一個工會 那 這是韓國人韓國會長 好 然後進去之後他會有這個工會副門 沒有 我在哪邊 沒有我 我已經超過獎而已這個 這類遊戲 他是可以去搶那個最後一集 但是因為我還沒有VIP3或者等級60所以說 我刷的比較慢了所以我暫時沒有考慮去搶 然後這個公會裡面可以 可以去買東西喔就是你每天到公會去點那個簽到就可以獲得公會幣 然後公會科技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超級多還有這個防禦型生命就像是劍遠城的生命術 所以還真的可以慢慢玩喔因為這是一個開發 應該是上線很久的遊戲所以說這些功能都很完善但是這些東西其實你在 類似的遊戲都是一樣就是到處都有這些科技可以點然後強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的那個角色目前的那個 我看一下 我現在上的目前的角色 是什麼樣的屬性比較多我們就點 就點那方面的技能 這個醫生忘記升級了 剛剛升了一下感覺比較好 這個新手的這個角色不大適合站前排 應該是讓他站前排因為他的那個技能有那個 有那個降低傷害 所以這遊戲基本上就是 前排的盾要站得起來 才可以讓後排一直輸出這樣子 好過關 耶我又過了一關 農場 OK然後成就又過了下一關 好零一下資源 所以沒辦法就是 這類型的遊戲我還是會忍不住想玩喔 好然後先升個級 至少可以升到30級吧 哇不夠了 好沒關係 那來看一下 排序用用等級好 欸戰鬥力好 所以是防禦型 刺殺型 赤殺型 資源型 赤殺型 資源型 好 資源型的比較多那我就 我就點一下資源型的那個科技好了 他在工匯裡面 工匯科技 我好像刺殺也有 也有兩支 點一個 他要點到10級才會 你要這個點到10級他才會點到這邊 那我剛剛是資源型的 資源型的 隨便點一點 所以這還蠻蠻猶豫的看你是要點科技的還是要 存工匯幣去換 換這個角色的所以這個真是 這真的是還蠻難的 還有飾品 好所以這這遊戲真的是你可以花花很多時間慢慢掛 然後 剛剛抽到蠻多角色的 看一下 卡森 他有三個技能所以算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你買了那個月卡之後他就跑出這個月度活動 這就是一個月的 就是啟動月度特權之後他就會這樣子 所以說 基本上你沒有買月卡的話他就不會跑出這個東西 這什麼東西 還可以掃蕩 挑戰徽章不足 我沒有徽章 一個要50 50賺 所以沒有月卡的話你根本就是完全追 追不上人了但是其實你 課金你也是贏不了 贏不了這種 這種 國際級的玩家 然後 VIP2才可以開啟這個 用8個可以 可以抽10次的這個 這個功能 然後高級的話要到80級 所以就是慢慢玩 然後 像這個單抽的話你就要 你就要用 用這個 什麼這個叫什麼 神秘水晶 就是單抽去養角色 但是我覺得 前期 前期來講 等級還是一切 然後會來什麼英雄也不知道然後 哪個槍也不知道所以前期來講 應該是先把這些資源都留著然後等到 後期再開始 思考要怎麼復陣 大家等級都卡到上線之後再來考慮 譬如說現在爬塔其實也不大需要什麼 也不大需要什麼攻略就是 哪個等級高放哪個 就這樣子然後 偶爾抽一下 打十連抽看看 來了什麼五星的角色 能不能夠 其實光環也 也不是很重要 基本上就是 現在 初期的話 是吃 吃角色 現在是回合了 好像是回合 打到一定程度這邊就會跳出 說他可以那個 快速跳過戰鬥 那像這樣子的 像這樣子的這種戰鬥啊 其實應該是你 開 開場之後 系統就已經把那個 結果算好 因為他不像劍遠針是有點半直十字的 就是你可以控制那個放大戰 就跑出來了 但是這條VIP算所以 我在 我在 我在晚一個月 然後再買個大約卡 就可以VIP3了 其他我都不會想課 所以現在我 我還不能跳過 所以這可能是上班工作的時候然後稍微點一下 不然這個你看一場戰鬥可能 至少要花個 快一分鐘吧也是也是蠻花時間的 然後剛剛稍微升級一下 打關卡戰鬥 調整一下陣型把防禦力高的放前面 然後攻擊放後面 這樣子攻擊手就可以輸出 比較久一點 然後 這樣我有光環了 攻擊加8% 然後生命加4% 然後 他這個遊戲他也可以 重複 上一樣的角色 所以你都抽到一樣的角色 也不會浪費 然後 他這個還可以再繼續升級 五星升到 橫星 所以就是不斷的升 不斷的升 不斷的升這樣子 可是這樣的話其實就是 他的那個戰略 戰略性 就是稍微降級了 因為就是 他有太多的那個 機刺啊 不過遊戲玩到後期 就是會變這個樣子 就是拚資源 像是剛剛那個工會的科技術 之類的 所以說可能就是 感覺上你有很強的角色 但是對方他可能刻意點很滿 然後 你怎麼樣都追不上他 這種遊戲到後期就會 就是會這個樣子 所以要嘛你如果說真的 很有心想要成為這個遊戲的王者的話 你就是要注意說他的開服時間然後開服之後開始課金然後不斷的往前衝然後別人都跟不上你 像是一開服之後這種禮包你都必須要課 因為像這個4500 4500K 一下子等級拉上去之後那些 你擺個阿媽阿國的角色別人都贏不了你 然後就是不斷的在在前面拚喔 不斷的追 你看那個限時禮包 都一直更新 你就是要一直買喔 一直買一直課一直買一直課 所以這種 這種怎麼講 國際的這種遊戲呀 他的活動很多 如果真的是課長的話一定會課得很開心 但是這個才是真的坑喔 這是這個 這種遊戲真的是超級坑 那說話是這樣講 話是這樣講的是我還是蠻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雖然說我覺得他的戰鬥 很老派 但是就是因為我現在心態已經會變得比較 我覺得我覺得 因為之前玩過了所以說就就就就比較不會想要 想要花錢然後自然 這樣玩起來就會覺得很輕鬆 這個勇者副本就是一般的那種遠征嘛 小兵兵傳奇也是有遠征 他只能上40級的那個角色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只能上這三隻但是還好 只要VIP就可以跳過戰鬥有一些可以跳有些不能跳 那我買了一張月卡就是大月卡大月卡就直接是VIP2了 所以這樣就輕鬆很多了 直接就直接跳過戰鬥然後反正過不去就過不去 然後他每天應該是8點吧因為現在已經凌晨4點8點會 會去更新 如果沒有VIP1的話真的太痛苦了所以這個遊戲根本就是逼你 至少要玩至少要到VIP3吧 你看 這如果沒有VIP的話沒有VIP1跳過戰鬥的話我要 我要玩多久 哇 人已經死掉 OK 所以可能要有些續航力 好不過沒關係反正反正今天今天是做完了 拿到725個這個這個有者副本的幣 然後你可以拿來換一些一些材料這是強化寶石的材料 然後當然是雷但是但這種都是不要換啊拼命累積啊累積到 4萬換一隻角色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這些資源都是每天上線然後打打然後資源都是 都是留著 OK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買了大月卡然後升到 VIP2然後 抽了一次10連抽然後湊到一個光環 那至於這個角色強不強我也不知道因為角色實在太多了 所以前面就是前面就是先 先升等吧 好 那這個影片就在這邊然後我應該會 有空的話會會就是掛網然後然後零零支援然後有什麼特殊的 特殊的一些機制在上線跟大家說明 或是活動之類不過我沒有課金所以活動大概 大概也沒有什麼活動可以講 看一下 對 這個100才能玩一次 對所以說 好到時候再看看這個遊戲有什麼好講的我應該會玩個兩個月吧 應該是說除兩個月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的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是阿天 這個如果對這個 遊戲有興趣的話就歡迎跟我討論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